整條馬路上為數不多的停車格 被一輛黑色轎車停走 看起來很正常 但看看Google街景圖 早在二零一九年 黑色轎車就停在這裡 甚至回溯更早以前 從二零一一年起 永遠都是這輛車 停在戶外用品門口 要是車輛離開 就會用無牌機車站位 亂象長達十一年 在當地已經見怪不怪 因為南投縣境內 所有的公有停車格 都是免費的 加上路邊停車格不多 貪圖方便的行為 已經影響真正需要車位的一百民眾 店家理直氣壯承認長期佔用 也不申請圖銷車格 白名就是要站著公有停車格自用 甚至不會嚴附近民眾想監據 就盡量叫警察來開單 支持縣府修法停車格 也要收費 針對這個路邊停車收費的一個系統 我們已經有上網做一個公告 那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大概預計可能是 看是八月中可以來做絕標 民眾把工有車位當自家車格 離開時還用機車霸佔 車主不怕罰款 警方也拿它沒辦法 放任外來車輛為停路邊 現象還生 記者鄭文翔 知識李雲杰 南投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底下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上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總統級高級享受